近日有乘客郭先生爆料说 他本人在28号凌晨乘坐云南祥鹏航空的客机 由西双版纳飞往昆明 在机场遭遇了人为延误 这次航班的机长为了给机场方面施压 竟然在停机坪上让乘客下飞机 于是乘客们纷纷走到停机坪上散步自拍 有人甚至在飞机旁踢起了箭子 事后祥鹏航空表示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这是郭先生提供的视频 几名乘客正在停机坪上兴致勃勃的踢着箭子 旁边站着很多围观的乘客 郭先生说他们乘坐的翔鹏航空8L99174航班 本来是当天凌晨12点05分起飞 乘客们当时已经过了安检上了飞机 可是航班并没有按时起飞 都登机了登机了舱门机都关了 12点40左右这个机长就突然间撞进了 说我很生气安检化说我们早就应该起飞了 但是现在被插队了 这个被别的航空公司插队了 这种事我遇见不是一回两回来 经常有这样子 我非常生气今天 希望大家现在下飞机 然后我们暂时先不起飞 大家给我做个主 我们先不起飞 然后是让机场给我们一个说法 给我做个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这样子 原话就是这个 乘客们虽然不明就里 但是为了航班能够尽快起飞 很多人都下了飞机来到了停机坪 为了打发时间 有乘客拿出了自带的剑子和大家娱乐起来 在乘客逗留停机坪期间 也有机场安保人员过来阻止 但是乘客们并不听劝 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 机长过来通知大家 说事情处理好了 让大家上飞机 可是有的乘客却不愿意了 已经图示到监管局去了 现在我希望大家最后配合一下 留的面子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晚单的大脚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是给你下来的 你让我们下来 你让我们走 我们就走 我们就去你 你走了 你走了 机长也麻烦了 把大家所有下来 再把大家弄上去就不好弄 抽了半天行 也没办法 郭先生认为 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 机场以及航空公司 都要以乘客的安全为第一 让乘客下飞机的做法并不妥当 您都要以买客下飞机